我們再回來這邊 剛剛老師有看到幾個教材類型 那麼其實如果說您有善用我們那個Google的空間的話 其實您看我後面這裡有好幾個都是屬於Google上的 Google的簡報啦 Google的文件啦 也是可以的 這樣您就不用那麼依賴學校的數位學平台 那您看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是簡報 這個是一個word檔 那這個我們Google文件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我們知道Google文件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直接轉換成可以線上編輯的 一種就是我現在這一種 這個是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 就是我直接把word檔丟上去了 它就可以共享出來 有沒有 那您也不用轉檔 反正只看而已嘛 不用編輯 所以這樣也很方便 所以這個下載的話就是變成它是一個 中間是普遍的概念對不對 沒有沒有它還是文字喔 這個還是文字 沒有沒有這個是預覽啦 預覽的部分而已 就是變成一個預覽的 對 所以下載的話它有分享 它有兩種就是我的文件如果傳到雲端硬碟上 那我可以選擇是轉換成Google可以線上直接編輯的版本 還是說我只要原字原位 我就這個檔案不轉換 我就是word檔就好了 那別人要編輯或要下載就自己下載這樣子 當然當然它就是原本的格式 那這個是第一種 第二種呢 這個也是簡報的 這也是沒有轉換成Google文件的 所以就是只有直接看 那用這種方式最大好處是相容性最高 因為你看到的就跟你原本的內容非常接近 好非常接近 那麼如果您是轉換成一般的可編輯的線上編輯的版本 像下面這個 這個簡報 這個就是可線上編輯的 有沒有發現跟剛剛的不大一樣 因為它下面這邊就跟我們那個投影片是一樣的 剛剛那種是直接就是整頁這樣看而已 那如果你是文件式的 像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以跟我們的one note裡面做一個結合 像這個就是我平常有空就整理一下的 有一些學習的資源 我可能就是變成文件式的 那我不用說一定要局限在word檔 我在線上直接編會比較快 因為我不同的電腦 不同的地方我就連上去就可以用 所以這幾個是比較常見的方法 那看完了這幾種 教材類型之後我們要來測驗一下 它的測驗類型會比我們在 學校作業平台上應該再多一點 老師可以玩看看像這一種 這一種的話是屬於練習體 練習體顧名思義就可以自行檢查答案了 但是老師也不用擔心說他檢查答案有沒有怎樣 因為他會幫你記錄 比如說這個人第一次填一 然後第二次練習又填二 因為這裡就兩題而已 他想說練兩次 總有一次會對 我們在他的統計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他回答的過程 我可以問一下老師 請問這個 是陽力還是陰力呢 糟糕 果然 那個水準年齡的增長 答對的 比例越來越低 哈哈哈哈 我們二十四節氣 跟這個有關係 跟太陽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節氣五月六號就要到立夏 現在古雨剛過 古雨剛過再來就要到立夏的 所以跟太陽是有關係 所以你看我補充教材有沒有 所以您只有這邊 當然啊 當然啊 所以每年的清明節都是四月五號嘛 我們這個叫做 其實我要偷偷告訴老師 我都要整理這些東西 你看建立了知識 這個叫做 這叫常識題 因為上課總不能一直上下去 這樣會很無聊啊 所以我都會考考他們這些 你看我還有認知行道術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很重要啊 路上就會看到很多花啊草啊 沒有我本來想說我就是要去練 練做火箭 不要這樣太累了 光考這個就考不完 我就會整理這些 所以你看我們的知識 像有些就是可以這樣分享出來啊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像我有 有部分跟我分享啊 像那個叫做 免費設計素材啊 因為這個我們需要嘛 像我在社會學平台上 我有分享 有一區是這個 這個素材區 不會啦 這個 我就會整理很多這些東西 那 慢慢的我就再整理到這邊來啊 也很好用啊 哈哈 那 我們剛剛看到的呢 就是 欸這裡 這個 欸對了齁 您可以按一下檢查答案有沒有 你看 如果檢查了有沒有 勾起來 你就知道答案是什麼的 如果說 欸我今天 反正我就試看看嘛 在檢查答案 有沒有發現上面就錯的 如果你不是要做測驗的話 我只是考考他 這簡單的 那你就可以像這樣去做 那麼這些像我剛剛講 然後記錄在 他的那個閱讀紀錄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哦 這個是什麼 那 現在呢 再往下一個 你看 欸我們來考考老師行道術好了 這個是投票題 我們社學平常也有投票啦 其實他做的比較多 可是 這個投票比較活潑一點 這是 這是什麼花呢 欸 請老師試看看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大家答案是什麼 黃色是風鈴木 那 粉紅色呢 老師要自己做答 哈哈 你如果 選好了之後 你可以按儲存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了 老師你可以把我的視窗拖到旁邊 您可以繼續努力 試看看 在我們的那個 這裡 教材與測驗類型裡面 你點進去就可以回答了 回答看看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統計的 其實我們現在這樣在進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及時的 因為我們在電腦教室比較方便 那如果說老師在一般教室裡面可不可以這樣用 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您是就是讓同學用 如果有平板的也可以用 或者是說 呃 就是讓同學上來其實也不錯啊 對不對 也可以嘛 也是一種方法 一般教室他可能就是只有前面老師的電腦而已嘛 那你可以讓同學上來回答 OK啊 嘿 有沒有 木棉花也是最近有常常看到的 木棉花不是 嗯 好 我來稍微看一下 好的齁 按儲存 答完按儲存 那因為這個是問 投票題 所以就不會看到答案 欸 就不會看到答案齁 好 那您畫面我再廣播一下喔 您看一下齁 我們來看看就是這個 來我來廣播一下喔 有嗎 老師 有沒有畫面 有齁 好 你看我們可以從這裡你看有沒有統計 欸 其實這個地方齁 欸 設定這裡 我 我這裡把它打開一下 如果老師您要看的話 我們可以決定要不要開放給同學看 好 像我這邊按儲存 那這樣就代表說 欸 這裡 您進來也會看到什麼 右邊這個統計 好 右邊這個統計齁 那我點開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 好 喔 你看 這裡有人有做筆記有沒有 這不是我們班的 這是 上次在中正的 我們班的在下面這裡 在這邊 所以您看這裡 點開他 這裡 直接點就可以了齁 點開 欸 所以只有四個人回答 你看滑過去有看到的齁 哈哈哈哈 誰打什麼題目都有看到嗎 哈哈哈哈 欸對因為你還沒有打所以上面沒有 哈哈哈哈 有沒有發現這樣 很即時啊 對不對 齁 那誰 哪一個答對答錯 我們都可以知道啊 那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這些 同學表現得很好 那打勾是不代表對的嗎 對啊對啊 沒有 就是你的那個 這裡 那答案到底是什麼 答案當然是風鈴木啊 黃色 粉紅色都是風鈴木啊 哈哈哈哈 下面下面下面 這個就是每個人回答的 這是我的名字 你知道嗎 在這裡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 有答對呀 這個打勾的是有答對呀 所以我們就 應該要表現很好對不對齁 對不對 表現太棒了有沒有 送你一塊 送你一塊 其實老師可以看到這邊 自己也可以看到喔 你看 有沒有 我們這裡有表現的 什麼時候你給他的 這裡都有 那這個表現的部分就是 您可以自己設定 其實說這個 我一個課程設好之後 我其他的 就從其他群組加進來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對 所以 凡事起頭難 第一個最難 因為什麼都沒有 加上又沒有知識對不對 哈哈哈哈 老師不要 沒有雙關語 只是說 因為 一定你要先進一支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告訴各位 怎麼樣快速的加入知識 因為那個很快 他有一個那個叫做 所謂的擴充元件齁 這裡 有沒有 擴充工具 那麼如果老師您是用Mac的 其實他現在也有了 還有就是Google的這個 待會我們可以一起試看看 那你就不用擔心說那個知識 到底要怎麼弄 因為其實很快的 好 那我們剛剛 已經 用了那個 線上 這一個 剛剛這兩個對不對 那其他你有空看 那我們來看這個很特別的 這個 可以塗鴉題 看看老師會不會 你看喔 因為有些時候 那種考題的 不見得是像這樣 那你看我的題目是出現在上面的 有沒有 一進來 欸我們 魏褲洋常聽到 他說什麼 幽門趕俊嗎 幽門趕俊 幽門趕俊 幽門到底在哪裡 幽門在 幽門 幽門 我們魏有兩個開頭 有個口 一個叫奔門 一個叫幽門 所以這個要怎麼寫 請用下面的去畫看看 好不好 這是筆啊 看你是要畫這裡 還是要畫這裡啊 畫錯了 橡皮擦鹿鹿的啊 還是說直接清掉 記得畫完要按什麼 送出喔 這樣了解嗎 可以 趕快考一下 來 我們考看看大家有沒有嘗試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我們 測驗的提醒可以多變變化很多 老師有拍攝影的也可以啊 對不對 這個其實如果能夠在電腦教室上 當然是最方便 因為螢幕大 又大家都有登錄嘛 那如果說在一般教室 就可能老師就可以考慮看 請同學上來啊 然後怎麼樣 這樣互動性也會比較多的啊 來看看大家回答的請請 統計 一樣進來之後 好 這一題 魏惠陽 進來 你看有沒有 每個人的回答 都在這邊 還有人畫鳳梨的 沒有開玩笑 我有發現有人答錯耶 看這裡就知道了有沒有 比較多的人都回答在哪裡 下面 對當然在下面 所以有人答錯 但是你看喔 比如說我們看主任的 看這樣是不是 不知道對不對 你的看不到嗎 好 等我一下 好 你可以往下捲動啦 這裡 他在這邊啊 這裡有沒有一個塗鴉圖片 因為我不知道他 放到哪裡 這樣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說這個圖鴉圖片就是管理者在看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都已經知道 大概他畫哪裡 大概就知道了 大概就知道齁 這樣有沒有比較好啊 你還可以播放一下 看到老師 張主任怎麼畫的 哈哈哈哈 所以那個圖鴉的過程他們也記錄下來 你自己也可以play 所以下次不能亂畫 有沒有 對不對齁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樣 就可以比較清楚了解說 到底大家的結果 當然如果他有做筆記 還有他看每個教材的時間 這個大概就是跟我們用現在數位學平台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們學校這個數位學平台啊 他應該在6月份之後也會改版 也會走類似的方向 可是他現在就是他的界面上比較沒那麼活潑 他的缺點就是說看起來比較自視 但他好處是說他的功能上啊 其實整個功能上都還算很嚴謹的 他就是他的優點 好你可以看一下齁 像我們剛剛這樣對不對齁 那答案當然就是在下面啦 在下面這裡 因為優門在十二指腸的上面這邊 分門上面叫分門 所以我們有聽過那個 上面的問題是什麼 我聽過一聲 揮修心 因為遲到膩油 對因為 噴門沒有關好他就會膩上去嘛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灼熱感 或者這個是在上面的 所以優門是在這邊 其實我們胃有很多皺褶啦 所以在這邊 如果你的皺褶很深那個胃酸就進不去 所以優門感覺就會留在裡面 好 OK 所以你看這樣 提醒是不是有很多 那還有什麼提醒可以用 還有 還有耶 您看一下直接從這邊跳比較快 這裡 看看這個好了 這個 這個只有小朋友會看的 我們就讓小朋友這邊看這個 那您看一下 其實我們看很多醫治節目啊 有沒有看過 題目就在影片中 這裡也可以 我們來試一下 但是要注意喔 我這裡有寫喔 請你從哪裡開始看 第四分鐘的時候開始看喔 所以 題目會在四分四十秒 所以你先play一下 好我就從這邊 四分鐘 這裡 大家好我是方中姐姐 很久沒看這種節目了嘛 很久沒看這種節目了嘛 好從這裡就好了齁 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會轉了 他變成會聽得懂人話喔 之後來 他就會過來 他沒有碰到他喔 對不對 好 有沒有 我想問我想問 西瓜西瓜 請問誰是這裡 最漂亮的人啊 好 我們來看看西瓜 西瓜 西瓜 好有沒有出現題目了 在上面啊 你不要一直看下面啦 在這裡啦 哈哈哈哈 有沒有 請問是哪一種 摩擦力 靜電 低情力 自己回答 有沒有 哈哈哈哈 您大概了解那概念了 就是說 其實他可以像這樣 如果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教材裡面 我就是來自一段影片嘛 但是說你 讓他在看的時候 就可以跳出來 對不對 不管他是回家看也好 還是在我們現場看 他就可以 比較清楚說 我希望要傳達的這個理念 好 那這個題目呢 不只可以只有一題 你可以有很多題 好可以有很多題 所以 看你的時間 看你要定在哪邊 有出現什麼題目 那這樣就可以透過 這個方式來 增加我們 就是不同類型的 所謂的 測驗的 一個提醒這樣子 這樣 老師OK嗎 可以齁 答案當然叫 靜電嘛 對啊 因為他有先摩擦過之後 哈哈哈哈 所以 手會產生靜電 就可以跟他 互動 好 他怎麼弄啊 我們看一下 沒有沒有這個是回家 回家 老師自己回去看的 這個 開玩笑 其實 你看 你就把那個吸管有沒有 在腋下這樣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對對對 這個 還不錯啦 這個節目還不錯 好 好 OK 那 所以我們大致上 把幾個那個提醒 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待會兒呢 我們就要自己來玩看看 到底怎麼樣建立知識囉 好不好 好 來 還給您 OK